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肖战的议论声就从未停止 但是只要肖战出现 粉丝们就会非常的开心 哪怕只是一条简单的动态 也能够直接登顶微博热搜 但就在最近 肖战确实完全隐秘了 微博不更新动态 工作室呼吁粉丝不再打榜做数据 这一切都让粉丝非常的担忧 粉丝们每天都在开小灶的门店 为肖战加油打气 希望能够让肖战重拾信心 但是见不到肖战 大家还是会觉得有些担心 害怕肖战这一次 是要有推出娱乐圈的想法了 如果说有粉肖战的话 就会知道肖战是重庆工商大学毕业的 本身自己学的就是设计行业 所以说即便是离开了娱乐圈 其实他也还是可以有别的不错的发展 肖战此前就曾经透露 自己如果不是在娱乐圈发展 就会想要开一个面包店 虽然当时只是开玩笑 但是就目前这个状态来看 还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外界对于肖战最近这段时间的消失 更是议论纷飞 有部分人问为 这代表着肖战的商业价值已经没了 外界部分喷子对肖战的苦大仇深 让金主爸爸们不敢在肖战的身上发钱 肖战的公司也选择了雪藏肖战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实际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肖战很快就会付出 这段时间可能也是想要去 好好地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首先虽然今年肖战的代言 的确是没有多少 但是就目前这段时间来看 肖战参加了不少的供应活动 这些供应活动还有很多 是属于大型的正面供应活动 是受到了官方的肯定的 一位公众人物 如果说能够受到官方肯定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消失 肖战此前还登上了北京卫视 演唱了歌曲《竹石》 北京卫视的影响力度有多大 就不用多做介绍了 能够再次登上北京卫视 这就说明了官方对于外界的这些议论声 其实并不是非常看重 此外肖战的影响力度 也依旧是大家能够直接看得见的 在肖战带着粉丝做供应活动这段时间 帮助了很多贫困地区 实现了农业扶贫 销量非常的可观 从这方面来看 肖战其实还是有很有价值影响的 并非是像一些有些黑子所说的 已经失去了价值了 最近这段时间的成绩 可能也是肖战本人想要好好整理一下 自己的心情 再次重新出发 粉丝们都在消息的等待 大家都希望知道 肖战究竟要什么时候才会复出 目前看来 肖战复出应该已经是没有悬念了 今期CCTV提名的电视剧当中 就包括有肖战和杨子主演的 余生警睿指教 CCTV电视剧官博提名到了这部电视剧 也让粉丝们觉得自己的等待 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了 看来这部电视剧上映 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CCTV电视剧官博发播的时间为7月24号 该条动态说的是 高考学子在考试完之后 可以放松心情追一追剧 而在后面配的这些剧 大多数是目前还没有上映的 这不是间接说明了 余生警睿指教马上就要开播了吗 底下的评论也是呼声一片 足以看出大众的期待 其实不仅仅是CCTV官博 这次点名到了肖战的剧 从很多其他的小细节上来看 余生请多指教 这部剧应该也不会在藏很久了 最近网络上面的话续明显又多了很多 再加上有部分APP 已经明显有了各种小提示 虽然没有直接说明 这部剧立马会上映 但是粉丝们也已经是非常的开心了 余生请多指教 这是肖战在火了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现代剧 在古装剧当中 肖战的造型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 其实演技也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如今引起现代剧来 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这部剧从去年开拍起 就是备受期待的 如果今年手下真的能够开播的话 那对肖战来说 就真的是一个新的起点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